宜蘭分鳥離海灘上 動輒三公尺以上的恐怖巨浪 不斷打來 這時一名女子還是冒險上前踩水 畫面拉大再重播一次 這名女子疑似就是14號 遭到海浪捲走的陳姓余老師 當時女老師落水後 一行人就在岸邊試圖拯救她 但因為風浪實在太大 根本無法靠近 只能眼睜睜看著她被海浪捲走 溺水女子的父親守在岸邊 即便淋著雨 也不斷注視著海面上有無異狀 就是希望能盡快找到寶貝女兒 15號上午11點 終於在南方澳內比海灣 發現了女兒身影 只是她卻早已成了冰的遺體 看見女子遺體爸爸和哥哥痛哭失聲 朋友們也都無法置信 颱風來襲天后不佳的狀況 海邊充滿變數與危機 一個不注意一個大浪 就這樣讓美滿家庭天人勇哥 見靖神皇君依然報導